这个之前会有跟老蒋相关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会有香烟 日月潭香烟 因为这边有个烟场 据说那就是宋美龄她非常非常喜欢抽烟 那台湾的烟草她都不怎么来不习惯 所以蒋介石为了她就从大陆那里引进她习惯的那个烟草 种植在我们日月潭这里 明天有谷不早的船长会不会说到这一段 总而言之呢 这里就会有宋美龄的一个专属 她这个做香烟的烟草工厂 那所以在日月潭以前呢 大陆客人来这里呢 也很喜欢买这里的日月潭